小球 他抬眸顺着声音看 只见身上沾满鲜血的关系林 手持大刀快步朝他这边来 这时那五毒门主正被墨尘一掌击出 身影朝关系林所在的地方退 见此他心头一惊 快避开 关系林见到那人朝他这边退来 当下想也不想的便挥刀朝那人劈去 那倒退的五毒门主察觉到身后杀机 又见凤九神色紧张 当下冷笑一声 身影迅速往后一转 看清来人之后避开他的攻击 同时伸手一扣朝他脖子拧去 哥 凤九想也没想的便提起掠上前 速度比不上对方就见的速度 当下手中轻锋剑抬起 夹带了一股灵力气流便飞了过去 朝那扣向他搁脖子的那只手刺去 而关系林在那一瞬间只感觉浑身僵硬 被强大的威压笼罩 无法动弹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人露出阴侧侧的笑容 看着那人扮着暗紫色的手朝他脖子扣来 死亡气息笼罩 可偏偏在那一刻 他却是连半点反抗之力也没有 可 他不愿就此被杀 更不愿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 于是心头的愿怒让体内的旋律气息 如同绝了滴的洪水般汹涌奔出 而他心头拍打着 不甘 以及心中强烈地一直让他体内的战意涌了出来 一遍遍地冲击着那束缚着的身体 只见在那只手将要掐上他的脖子时 钦锋剑刺了过来 那伸向他喉咙的手硬生生地收了回来 待那钦锋剑飞过之际 他的手再度袭来 这一次带着势在必得的决心 甚至还看得见他眼中阴狠毒辣的光芒 和嘴角露出的嗜血笑意 他耳边听着他妹妹凤酒惊慌的呼叫 身体里汹涌澎湃的战意和强大的旋律气息 在这一刻猛然冲起 如同大海拍打的浪水 瞬间激起千层浪 与此同时 强大战意和旋律气息 自他身体猛然涌出 肉眼可见的气流形成夹带着耀眼光芒 骤然间奔发出来 袭向了那五毒门主 同时他身体一动 迅速避开他扣来的手 手中长大刀提起一挥 大刀夹在刀钢之气飞刮而出 一刀以这掩耳不及之势 砍向那五毒门主 声声将那五毒门主 伸来未来得及收回的手 给砍了下来 一只手飞了出去 因为那力道在半空中 飞转几圈后才掉落地面 而那五毒门主捂着被砍断的手臂 迅速退后 此时的他近乎疯狂 因为他一身气流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发出丝丝的声音 一声毒弓在那断臂的切口处散去 让他脸色几乎苍白 无血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